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欢迎准备收看 稳超圣剑节目 那今天的大盘 那它还是属于一个震荡整理 但是如果说 你长期收看一样是节目的 你应该会知道 今天开出来的盘是 按照所谓的早上9点5分 9点10分到9点15分 开出来的三盘 它叫做三高盘 那如果说你这个答案 是三高盘的话 那你可能只对了一半 其实这个正确的名称 叫做月底三高盘 那今天是7月27号 开出来月底三高盘 跟之前的7月21号 开出来的三点高盘 其实它们代表的意义都一样 只是说今天开出来的月底三高盘 它能够更加的确认 7月21号开出来的所谓的月底三高盘 这个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那大盘后面的一个走势的话 在明天 明天结束之后 可能会产生一个关键性的变化 因为明天是磨台结算 结算完毕之后的话 我相信这个多空的方向就会出现 严老师还是要提醒一下投资朋友 目前为止 你之前真的有在低党区买的股票 你真的有看到老师节目 在拉回的时候 跟着老师一起进场布局的 好 你在这个时候 在高党区了 这个波段的行情涨了一千点 你就必须怎么样 要做到一个持股调节 获利出场的动作 那后面要布局的股票 非常非常重要 每一次的波段的转折 都是投资朋友们 你要赚大钱 最好最好的机会 我相信这个机会你不要放弃 这个机会你放弃 就太可惜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档股票 严老师说今天这档股票 来 我们要把它公布 也就是涨幅涨完了之后 我们可能操作完毕以后 我们会在节目里面 公开的跟投资朋友们 来做出个验证 那这档股票 我之前有限名额 后来有把名额打开了 就不用限名额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拿的 你都拿得到 从所谓的低档区 一根涨底板 涨到创新高 近期涨不动了 那涨不动了 我们就公开了 那公开的同时 不是说这档股票 我来猜猜看 我猜对了 可能就拿到一个奖品 不是这样子 有动作 9910的风态 你要有动作 你要做出对的动作 这个奖品才有机会 是属于你的嘛 这档股票就是属于一个低档区 整理结束以后 落转强的讯号产生之后 来它就做出一个 小波段的一个上涨 那这档股票 你从近期而言的话 你看到电脑荧幕上面 可以跟你讲的 这档股票来还原全值好了 来它创新高 这个地方必须要进行形态的整理 所以说最好的买点 就在这根所谓的涨停板 但是你是一大早去买嘛 买了之后 这个股价 可能你买得够低 到创新高152块钱 这个地方 短线上面你是赚得到钱的 我相信我这份关键的资料 老师是送给你 并没有卖给你 麻烦你 从基本面选股 麻烦你跟上袁老师的脚步 一定是在找盘的时候 这个关键的一个地方 有人通知你 如果说没有人通知你的话 尾盘去跟你讲 效果不大 应该是在找盘的时候 来通知你做出对的动作 来股价创新高 拉回还是有买点 来股价创新高 那这档股票 我们就是按照惯例 我们不会在节目里面再公开了 那第二档股票 可能投资朋友们 我们碍于法规的一个规定 我们就不做公开了 一样是第一档布局的 一样是属于第一档去布局的 你现在要去注意到的 就是第一档去有转强的一个讯号 你再进行所谓的买进的一个动作 那今天盘面上面 你所看到的大牌 好像也不是很强 但是还是有一些股票 它是属于一个大涨的 尤其是属于第一档的族群 第一档的族群也老师 讲了很久了 你如果长期看老师节目的 不管是商城也好 平安也好 3260的威刚 这三档股票 我相信你都有得到验证 老师还是一样老话一句 看准了买定离手 看准了还在犹豫 你还是赚不到钱 来先看到所谓的8277的商城 来商城今天不错 你有没有赚到钱 老师股价有机会过新高 今天涨停板 有没有办法赚到钱 严老师 3260的威刚 等一下会被大家涨停 老师今天的股价 整理结束之后 今天再穿高 你学过严老师等句测服的 你应该知道 这个地方起涨点 到目前为止的高点 还涨不到一倍 涨不到一倍的股票 不能称为标股 不能称为标股 今天8088的平安 股价建高档又拉回 其实你注意这三档股票 高档整理的形态 都不一样 尤其是威刚的话 它是比较强的 它是走所谓的区间整理之后 今天是带量上工 商城的部分的话 今天虽然拉到涨停板 但是它是做一个小修正拉回 所以说第一位的族群 它就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族群 如果说你要操作低论的话 也不是说自己看得懂 你就自己去操作 其实操作这个东西 非常的关键 非常的专业 你需要一位诚实 诚信 又专业的分析师 在旁边教导你 当大家都不知道 低论的股票会大涨的同时 就有一个分析师 带着各位 在低档区 老师 低档区的股票 也说整理形态很久 不会涨 没有错 如果说你买在低档区 没有涨 代表说你对于技术分析方面 你的技术不是很高干 讲到背 你的操作功力还很久 尤其是走所谓的V型反转的 这个技术分析的话 就非常的厉害 你要注意 一般是走形态 那有一些股票是走V转的 代表真的是非常强 那这档股票 讲很久了 来 我希望你看到节目的人都赚钱 这是阎老师的希望 不管你是不是阎老师会员 你只要秉持了看准了 以后再出手 主流当中的主流 简讯里面都告诉你 简讯里面一定有跟你讲怎么操作 来 导播稍微拉近一下 这种简讯要负法律责任 我们在节目里面公开 哪一级会员买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出场 都可以来做验证 每一级会员 这笔单每一级会员都做到了 我们公布第三次 我们公布第四次 严老师 有没有第五次 有 有没有第六次 有 严老师的答案非常肯定 我们只要抓准了一个族群 找对一档股票 严老师希望能够波段操作 绝对不是说 老师啊 三个六年我买工 我买钓了 怕创新工不知道要怎么 这种的操作啊 在中间进场的都是半吊子 赚一点就跑掉了 赚一点就跑掉了 没有办法做一个持续性的 一个大赚 这种投资人的话 目前为止市场里面也非常多了 可能就是赚一点价差 赚一点零用钱 老师我跟你说 我这一块钱我就等一年了 我就要跑了 这个操作还要再加强了 那当然 这个标股怎么找 非常重要嘛 所以说我们在7月31号 这个礼拜天下午啊 利用大家休息的时间 我们在台北啊 举办所谓的经验分享 这个经验分享来自于传承 来自于严老师对股票市场的认识 来自于我们目前为止 需要投资朋友们来了解 今年下半年的标股 尤其是标马股 到底有哪一些 当然你是严老师会员啊 我们在简讯里面 应该有扣一档股票 上面有写标马股 所以说你是老师会员 你应该都知道啊 盘氏怎么了解 开盘八法 你除了看开盘八法之外 你别无选择 为什么 老师啊 他是不是日本人发明的 日本人比他厉害 但日本人当然比他厉害啊 日本人在所谓的19世纪啊 他就有所谓的阴阳线 就有所谓的开盘八法 延续了100多年经验的累积啊 传到所谓的欧美地区 形成了所谓后来的技术分析 当然你要以日本人为尊嘛 所以说这本开盘八法里面 告诉你啊 不为人知的秘密啊 如果说你的开盘八法 还仅限于说 老师现在跟你讲的 一高二高三高 一滴二滴三滴 大双心转折盘 法人直押盘 那你相当的落伍 那也有人跟你讲啊 老师啊 八法只有十二四吗 还是八法十六四 其实正确的名称是八法十二四啦 十六四是后面衍生出来的啦 一定是以早上九点五分啦 九点十分十五分啦 开盘为依据啊 而不是以收盘啊 收盘都收完了 你还在那边研判什么东西啊 想要了解开盘八法的 想要知道 大盘的转折讯号 甚至说你想要知道 老师现在要跟你讲的标股 标马股怎么来找 一年只有一次 绝对不会有第二次 那只限于 住在大台北的投资朋友们 大台北的投资朋友们你有福了 完成预约报名 来 这本讲义教材会在 我们分享会的同时啊 亲自的交到你手上 好 亲自的交到你的手上 那希望每一个人啊 可以尽心 先完成预约以后 尽心尽气的啊 坐在冷气房里面 听给老师 来帮各位 来做出一个经验分享 那如果说你不是住在台北的投资朋友们 好 那 你想到 拿到一个礼物 好 那老师今天一样 跟你讲 低档区布局的机会来了 那我们这边有准备两档股票 第一档股票 第一顿相关的 目前为止 投信的部分连续买钞 投信在布局的 这是所谓技术面在低档区的股票 那另外一档股票 一样是同样这档股票 这个基本面老师都帮你看过了 相当不错的一档股票 那第二档股票 老师昨天就有送出去了 昨天小涨 今天还是小涨 不用急 不用急 还没有大涨嘛 还没有喷出去啦 你不用急啦 昨天小涨 今天也是小涨 这两档股票赶快布局 这是严老师 对也没有办法来到 我们分享会现场的一个 所谓诚意啦 广告当中的电话 麻烦你立即打通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跳到两点在台北 免费入场 做有限 提前来电预约 三天拨打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 颜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共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风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海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能够风险通缓 内境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盖世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对名古智古车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退休后是人生的新起点 在全国各地有很多银法族 选择当志工 贡献所学 去服务社会 去体验生命的新视野 享受退而不休 快乐学习的生活 就从乐林学习中心出发 教育部为您准备了 人生新舞台 欢迎加入乐林志工 展现银法活力 乐林学习中心 欢迎您 欢迎回到节目 想继续收看 严老师为您主持的 稳超升级节目 严老师在运通台 前后的时间 应该超过五年以上 这五年当中 其实严老师认为 那老师对于投资人的 一个所谓的转变 有深刻的一个了解 投资人目前为止 他的操作 应该都是所谓 多空双向的 但是多空双向的同时 增加了所谓 操作的一个难度 这个难度来自于 那目前为止 对于大盘的看法上面 相当的一个主观 那另外 这个涨跌幅 各股的涨跌幅 开放到10% 也造成了投资人 他的股价可能面临到 所谓的震荡 那对于所谓的 新手的部分 对于胆子 比较小的投资人 他的伤害性 会比较大 那这波大涨 最主要的原因 来自于热钱效益 那美国的一个升息的话 目前为止 在年底以前 应该会有 一次的升息的机会 但是不是说这个升息 这个机会很大 老师认为机会也不大 但是 你要了解到 这个所谓的涨多了 股价涨多了 它面临修正 这个就是一个 循环 那这次的一个大涨 涨了1000点 涨了1000点 你应该在低档区 有买股票 买了股票以后 老师提醒你 你逢高档区 你有赚钱的股票 你可能要做停力的动作 你可能要做出 减码的动作 这个就是操作上面 最大的 一个所谓的亮点所在 那这几个字 大家都看得懂 但是你真的了解吗 你了解你的危机 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你的转机 在什么地方 你不要跟我讲 现在老师 我跟你讲 9000点 它是转机 如果说你有这种认知的话 那你要小心 你先看到危机 那你就能够避开危机 那你进而 你去寻找 所谓的转机 那3260 微刚好了 你之前有打电话 进来拿的 你现在想一想 当时候 严老师跟我讲 在这个地方 可能有关键性的买点 我为什么没有买 这要怪自己 这个不能怪别人 这个要怪自己 这个地方没有买 自己要负最大的责任 如果再有一档威刚 类似像威刚的股票 麻烦你跟上 今天有一档股票 来看一下 来验证一下 叫金测 来高价股的 金测 现金股低6块钱 营收的话一直成长 产品的话是14跟16耐米的一个制程 这样股票 我们先确认一件事情 今天股价创新高 怀疑全职了 你有去买的 今天应该都赚钱 我们先确认这件事情 我们再确认第二件事情 老师在节目里面有介绍 也有带你操作 字卡上面有没有给你改一个字 没有 好 非常好 古王之路啊 还在走啊 当时候是多少 682 我们特别把这个东西写来这边 当时候严老师跟你讲是682 现在多少 现在多少 你自己看一下 会不会到四位数 老师不知道 值得你来验证 我们过去 我们一定会留下证据 并不代表未来的绩效 这个地方有人带你买 那该有多好 你需要个专业的啦 同一天啊 同一天哦 这个叫第一次 44块钱 15块钱 10块钱 好 严老师有没有事先预告 挑战 776 还原前值 减6块钱 今天股价有没有超过770 有啦 那老师对咯 老师对咯 老师没有错哦 你要看这个啦 日周月 看操作大波段的一定要看日周月 除非说你是短线的啦 如果这里是长期投资的投资朋友们 你一定会注意到均线的部分 叫日周月 今天恭喜一下 金册 股价再创波段新高 有买人啦 应该都大谈啦 这是第一档高价股 第二档高价股 来 他叫联雅啦 来 近期而言 股价来 创新高 这个地方怎么操作 非常重要啦 那当然我们之前讲过的 我们就 不会在节目里面再公告了 严老师只有跟你讲啊 人家说六百块钱比较四百块钱啊 是危机啊 老师跟你讲 六百块钱比较四百块钱 绝对是转机 不是危机啊 这边先转一趟上去 下来勒 看着老师的动作哦 先从这边开始看 这边怎么样长上去 怎么操作 该出手就出手啊 不要客气啦 赚到的都是你的啦 不会是别人的啦 赚到的都是你的嘛 落袋已经为安了 恭喜你啦 跟上一个对的老师 带你去操作一档对的股票 老师会尽量的帮各位赚钱啊 重要的基本面哦 有利多有利空哦 你要去判别哦 其实一档股票最重要 你要看营收跟展望 光通讯的股票啊 去年很强嘛 对不对 营收成长 中国大陆啊 部件啊 所谓的4G到5G 这需求量大增 包含中心华为都在拉货 去年很强 代表不代表 今年很强 你要看到产业面 这产业面跟你讲 它会反映在营收 跟未来的展望性 甚至你可以看一下三大法人啊 真的有没有站在所谓的买方啦 这个都是观察一个指标 我相信有经验 老到的一个投资人啊 都能够正确去判断 但是有一些投资人啊 他没有办法判断 同时啊 你可能啊 那你要注意了 这个所谓的外资 买卖的一个现象了 那近期比较大涨的股票 是哪一档股票 大家都会讲神盾 神盾大涨 他现在跟你讲这一段嘛 严老师跟你讲这一段 严老师跟你讲完这一段以后 我再跟你讲说 这一段 这一段资金数量可以估计 这一段资金 先卖掉 都拉回修正 我们再做一次嘛 非常简单的事情啊 操作会有困难吗 營收成长股票你会怕吗 不用怕 先讲之前的好了 要不要买啊 专利权这么好 你不买 股价在低档区 出现讯号 老师我买一张就好了 买一张你也是赚 恭喜你啦 老师我不是你的会员 没有关系 你赚钱老师就高兴 你赚钱老师就高兴了 拉回找买点 创新高 有人很奇怪哦 老师啊我赚一点就好了 你赚一点当然好啊 等到连续涨停的时候 他就说老师啊我赚太少了 这个就投资成一个心态 之前赚的时候他觉得说 哇我就赚钱了 这么好的事情 只是我张数要放大 后面觉得说老师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够选出这种股票 它是连续大涨的 你为什么不叫我一波到底呢 你不是老师的会员 我去哪边通知你啊 你不是老师的会员 我去哪边通知你啦 这张股票四根掌停板40% 后面还有啦 近期的操作哦 来麻烦你跟上我们脚步哦 不要光说不练啦 光说不练假把戏拿出证据来 拿出你的证据来 拿出严老师的简讯单 我们跟投资朋友一起啊 来做出一个分享啦 那这次的一个大盘啊 我认为哦 敢买的人是大赢家 买对股票的人更是大赢家 如果说你不是赢家 家旋指数现在已经到9000点 你该怎么办 有的人认为说 老师 我就用继续看的 你继续看老师也不反对啦 那如果说现在有个 很好的机会告诉你 这个大盘啊 可能在摩台结算以后啊 可能会面临到 所谓的多方修正哦 但是不是走空哦 有这么好一个天下 掉下来的机会 要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某个时间点 好像可以进场 跟着严老师一起布局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买进的股票绝对不会多 一级会员 不会超过三档股票 但是党党都是强棒 党党都是低档去转强的股票 但是波段的股票 你在买进的同时 虽然有创新高 你还是要耐心的 去做出个续报 因为股票市场里面 大概就分两种操作 一个叫价差操作 价差操作是说短线之内 这个短线内涨幅很大 可以先行做价差 波段操作的话 就是说它在所谓的出生段 进入到整理段 后面会来到主生段 这个操作时间就会拉长 我们一样举几档股票 来 3260威刚 你注意一下 它会不会走这种模式 会不会来到主生段 这边只是出生段 后面可能还有所谓的主生段 8277的商城 一样是低论的 它目前为止涨一波拉回 现在怎么样 它又开始喷出了 8088的品安也是一样 股价涨多了 拉回修正今天怎么样 又开始上涨了 有没有我可以在低档去买的 当然有啦 但是老师要先讲 机会很难得 你要好好把握 这次拉回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在7月31号 这个礼拜天 下午 可能是风和日丽 可能是太阳有点大 那你住在台北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那放轻松 先完成预约报名 我们会保留你的位置 我们还会把手中的这本开盘八法 市面上面绝对看不到的 也买不到的 严老师所独创的 那我们会讲解一个重要的观念 八法里面的 它叫等据测幅 包含月底三高盘 就是我们这次讲解这个重点 那当然会附上标股一档 投资人比较在意 老师有没有标股啊 标马股怎么找 我们会跟各位来做这个分享 没有办法来到我们 这个经验分享会的现场 来把这个重要资料带回家 第一轮概念股的 来 逢低可以布局 逢低可以布局 投资正在大力的 在做出个布局的动作 那这档股票的话 跌无可跌了 低党继续买 安全性比较高 安全性比较高 那希望7月31号 在见面会的同时 每一个人 都拿出去手动的股票 到我们经验分享会 跟老师一起来做这个分享 来 重要资料 来 没有办法参加的 你就先打电话 进来拿 好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谁胜平夫 并自负 好无知风险 运达恐怖 严老师 免废投资讲座 就要告诉您 反败为胜 飘马骨 7月31号 明天 小的两点 在台北 免费入场 周有限 提前 来定预约 三角拨打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资 严股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风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部局 复习大台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通管 再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旅游